如果不是昨天跟前书记 约好见你 我就走了 是 是 刘总 讲信用 有意习 不会见死不救的 那么北极的事你也知道了 你现在大反了 牛了 得拉兄弟一把 来 北极 我听说那个汉NB四个九 那车现在归你开了 对 给我用了 怎么 你想要啊 那车牌子呀 是我当副厂长的时候 我弄来的 我就装给我 行 咱俩谁跟谁呀 你们借我两个亿 我车牌无偿奉送 真的 可平 穷疯了吧你 臭小子 我可不穷疯了吗我 所以哥哥呀 你得拉兄弟一把呀 何平不是我说你呀 你这个时候 你回国当什么厂长啊 在国外做国际贸易 不是挺好的吗 我们家毕定之前就说了 还准备邀请你 带领我们红星的重卡呢 你们的红星重卡 红星那十个亿你们投了 是吗 战略协议书早就签了 这十个亿都花出去了 现在手里没钱了 不行 我这脖子 我真得上看医院 那没 没这么娇贵 我这刚来呢 话没说几句你就走 可你们已经知道了 这厂长我不想到 这老书记硬推我 大家非让我上 那我能怎么办 我推不掉啊 是啊 缺了你这盘狗肉 还不成大席了 刘逼定 你别在这儿嘲讽我 你兄弟我现在是内外交困 一堆麻烦事 还内外交困 家里出事 后院起火了 刘总 你有所不知 孙长长的老婆 就是那个郑美丽 离婚了 何平 我当年说什么来着 我说这郑美丽 不如我们家小华吧 她就不是你的菜 那小华倒是我的菜 那不被哪个熊猫 给抢走了吗 你干什么呀 别笑儿八道啊 太管笑了 行 那不想让我胡说八道 你们就赶紧掏钱 起码借我五千万 让我把工资先罚了 老婆 咱这是碰着强盗了吧